唐三晋升海神抱着小五对战千刃血 五魂城 漆黑的暗示之中 一个全身紫黑色的身影面前 出现了一扇紫黑色的巨大光门 他的一只脚就要踏入那光门中 可就在这时 光门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这是又一个 竟然是又一个 好 好 等着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小五 你也吸收魂环吧 小五摇摇头 看着已经开始吸收魂环的伙伴们 轻声说 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 吸收魂环不急 我想和你一起去 小五当然知道唐三要去做什么 传承了海神神情 唐三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要在于千刃血一战 以神级挑战神级 这一战不可避免 也是唐三必须要做的 傻丫头 怎么 你还不放心我 不是不放心 我只是 我只是怕被别人比下去了 在哥信中 谁也没办法跟你相比 既然你要坚持 那可就带着你去 嗯 小五开心地点点头 双手紧握住唐三的腰 将面膀贴在他胸膛之上 哥 嗯 这一次 我真的感觉 我快要成为你的妻子了呢 那是当然的 当我六岁时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小五 那时就已经注定了 你是我的 可是我怎么记得 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某人被我摔了个大马趴 啊 说起来 我也算是摔过神的人呢 嗯 那时候还小吗 你的柔术有那么厉害 摔就摔吧 那是金马是爱 小五你知道吗 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 就是从六岁年 到我们参加全大部 高级混质学员经营大赛结束前 因为那些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而且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每天能和你一起修炼 看到你的笑容 就是个最满足的事 我也是 小五 快到海边了 待会你只要远远观战就可以了 千韧雪 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 远远的 他已经看到了那颗 蓝金色的流星 在那蓝金色光芒中 唐三紧紧拥着怀中的少女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从千韧雪内心中生腾起来 这种感觉就叫做 激动